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 各位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4年的4月22号星期一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 上周刚刚发布的华为Pura70系列手机 现在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Mena在人工智能领域又有了怎样的新动作 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 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 也就是我们的清解读时间里 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上周刚刚发布自新专辑的美美Taylor Swift 上周Taylor的这张最新专辑苦难施舍 在发行首日就成为了Spotify单日播放量最高的专辑 也打破了单日播放量最高艺人和最高歌曲的记录 那除了不断登顶音乐领域的各项成就榜单之外 不久之前这位34岁的美国乐坛天后 也以1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0亿元的净资产 正式登上了福布斯第38届全球亿万富豪榜 值得注意的是他也是史上第一位 仅仅通过歌曲创作和表演就成为亿万富豪的艺人 要知道多年以来演艺明星虽然收入也不菲 但是能够入围亿万富豪圈的也大多都是依靠美容品牌 时尚系列或者是其他投资等等副业的收益 那Taylor Swift为什么可以仅仅凭借着音乐和演艺本身就成为亿万富翁呢 今天我们的清解度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华为Pura70系列手机正式开售 4月18号华为Pura70系列手机正式开售 这次发布的新系列一共包含四款机型 其售价从5000多到1万不等 第一财经的报道显示 线上渠道的新机在开售一分钟之内就已经售庆 线下去道也已经出现了溢价的情况 财经的分析认为 折服两年多之后 华为正在迅速的收复失地 去年Mate60系列发布之后 华为就已经重新回到了国内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的前五 他们的终端销售业务也在2023年实现了回升 行业分析公司Countempoint Research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六周 华为的国内手机销量同比增长了64% 超越苹果成为了第二 而根据行业分析师的预测 P70系列今年的出货量也有希望超过1000万台 36克的报道指出 P系列一直是华为的影像旗舰机型 它和Mate系列共同成起了华为的高端产品线 这次P70在影像技能上也实现了比较大的技术升级 新机型配备的芯片也实现了5G通信功能 Meta发布最新人工智能模型 4月18号Meta发布了最新的人工智能大员模型 Lama 3的早期版本 并且将模型整合到了聊天机器人Meta AI当中 Meta AI可以使用Google和Bin搜索出的信息 并且允许用户根据文本创建图像 在目前Meta AI网站提供的测试功能当中 访问者可以尝试让助手创建一份度假行李清单 提供家庭作业辅导或者是生成纽约天气线的图片 不过到目前为止Meta AI只针对美国用户提供服务 之后会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等国家陆续推开 已经发布的Lama 3有80亿和700亿参数两个版本 Meta表示他们的模型比Google还有Enthropic等等竞争对手 类似规模的模型表现更好 他们还在训练一个参数超过4000亿的版本 4月20号美国众议院正式通过了修改过后的 TikTok玻璃法案 这项法案和美国多项对外援助的计划捆绑在了一起 修改后的法案将给予TikTok最多一年的时间 来寻找新的所有者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显示 这项法案通过之后 参议院最快可能将会在这一周 针对这项法案进行投票 他们还分析指出法案一旦正式立法 可能会引发一波来自TikTok本身 美国用户以及平台创作者等等多方面的诉讼浪潮 而美国公众对于TikTok的看法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分歧 CNBC此前针对大约1000名成年人做了调查 发现有超过三成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封禁TikTok 有两成的受访者认为无论如何都该封禁TikTok 特斯拉大幅降价 马斯克推迟印度之旅 根据路透社4月20号的报道 特斯拉上周五在美国将Model Y、Model X和Model S等系列车型的价格 下调了2000美元 在国内特斯拉也进行了全系降价 除了刚才所提到的三个系列进行同步降价之外 特斯拉中国还对Model 3的价格进行了下调 调整之后的价格是23.19万元起 另外报道还显示 马斯克推迟了原定的印度出行计划 表示会将印度之旅重新安排在今年晚些时候 此前马斯克曾经表示将会前往印度 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有知情人士表示马斯克会同时宣布特斯拉进入南亚市场 并在印度当地投资20亿到30亿美元 特斯拉此前曾经多次试图进入印度市场 但是印度高额的进口税限制了他们的进入 就在上个月 印度大幅度地降低了电动车进口关税 从而吸引了特斯拉等等电动车制造商 扩大在印度的投资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 马上和你一块来关注一下 梅梅 它为什么能够仅凭借着音乐和演艺收入 就登上了亿万富豪榜 欢迎来到今天的清解读 相信无论你是否是一个音乐迷 一定都听说过Taylor Swift的名字 他不仅凭借着时代巡演 在全世界各地刮起一阵又一阵的眉眉旋风 也在今年四月成为了史上第一位 仅仅通过歌曲创作和表演 就登上亿万富豪榜的艺人 要知道 多年以来 演艺明星们往往都是靠着副业 来突破亿万收入的大关 比如说同样是歌手的雷哈娜 他旗下的美妆品牌Fenty Beauty的估值 高达28亿美元 还有说唱天王JZ 25亿美元的身价 也更多的是来自于他旗下经营的娱乐公司 以及他对于其他品牌的投资 根据Business Insider三月份的报道 Taylor的好友Selena Gomez的身价 也有希望借助他的美妆品牌Real Beauty 而基深10亿级富豪榜 那相比之下 不卖副业产品的Taylor 他是如何成为第一位 仅凭借着自身的音乐和演出 就能积累大量财富的亿万富翁呢 原因之一 把握自身音乐作品的主控权 在我们介绍Taylor的音乐财富之前 感觉有必要先和大家来说说 美国有些复杂的音乐版权 在美国 每一首歌曲的版权会根据用途不同 划分为不同版权类型 其中就包括词曲版权和母带录音版权 词曲版权指的是音乐作品本身 具体的内容包括歌词和谱曲 通常是由词曲作者来拥有的 而母带录音版权则指的是 录制完成的音乐作品 并且是可以授权给第三方 来进行使用的版权 比如说在电视节目 电影还有商业广告当中 来使用这首歌或者是由其他的艺术家 进行采样创作等等 在唱片行业的发展过程当中 唱片公司一直都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 通常来说母带录音版权 是归唱片公司 而并不是由歌手或者是创作者本人 所拥有的 所以歌手特定版本的音乐作品 在广告电影或者是流媒体服务 使用当中所产生的版税 也基本上都是归属于其所在的唱片公司 而并不是歌手本人 同时作为母带录音版权所有者的唱片公司 还拥有公开表演权 也就是说 艺人如果没有经过唱片公司的许可 是不可以公开表演自己的作品的 2019年知名说唱歌手 Kenya West的前经纪人 Scooter Brown 以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Taylor的老东家 唱片公司Big Machine 这次的收购包括Taylor从2006年出道以来 到2017年的6张专辑的母带录音版权 这也意味着此后 每每都会因为音乐版权的问题 不能再公开场合演唱她以前的歌曲了 那为了重新夺回自己音乐的主控权 2021年开始 Taylor Swift着手重新录制自己的前6张专辑的所有歌曲 以新的录音版本取代旧有的版本 而重新录制专辑的母带录音版权就归属于Taylor Swift的本人 自从专辑的重录版本发行以来 他们在流媒体上的表现就一直优于原来的版本 比如说1989这张专辑的重录版本发行的首周 旧版本专辑的销量和播放量就下降了接近一半 用重录版取代旧版的方法 不仅解决了公开表演的问题 也让Taylor获得了原本流向前公司的高额版税 这部分的金额总计达到了8000万美元 而且Taylor和新东家环球音乐签订的是服务型的合约 长篇公司只负责提供基本的音乐制作 管理还有营销服务 但由此一来 Taylor就把握了自身所有新旧作品的主控权 另外为了争取在流媒体上的更多收益 他还曾经下架了自己在Spotify等等平台上的所有作品 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流媒体应当支付音乐人应得的费用 以此来抗议这些平台给音乐人支付的过低报酬 这种坚持维护版权收益的做法 也确保了他在流媒体上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根据Billboard文章的预估 Taylor Swift去年在各大流媒体上的总收入接近2亿美元 而根据彭博社的分析认为 他在2019年和老东家Big Machine解约之后 Taylor所发行的新专辑和重录专辑的价值 达到了接近4亿美元 Taylor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收入 当然是来自于他的全球巡回演唱会 消费金融服务公司BankRay的一项新调查显示 在全球经济整体下行的大背景之下 年轻人重体验轻物质的消费理念逐渐盛行开来 再加上Taylor的作品和个人的魅力 使得他的时代之旅巡回演唱会 也成为了当今最火爆的演唱会之一 有一个词就叫做梅梅经济学 所反映的就是Taylor的巡演 是如何间接或直接地推动了演唱会 举办国家或地区当地GDP的增长的 调查公司Question Pro估计 接着到去年年底 Taylor的全美巡回演唱会 为美国创造了46亿美元的消费支出 相当于50个国家GDP的总量 而就门票而言 这场巡演仅仅第一站的税后收入 就达到了大约1.9亿美元 迄今为止 他们的门票总收入已经超过了7亿美元 有经济学家估计 时代巡演将给Taylor Swift 带来41亿美元的收入 也有希望成为有史以来最赚钱的巡演 当然Taylor Swift的演唱会收入的增加 也要得益于他对黄牛票的大力打击 在过去Taylor的演唱会门票 有相当一部分都会流入黄牛手中 那为了改变这一局面 他在后来的巡演当中 采用了慢速票物的模式 也就是说 他会像卖机票一样 通过拉长整个售票周期 来降低卖票的速度 最终的结果显示 只有3%的票落入了黄牛的手里 而且在新的模式之下 07票要比早鸟票更贵 演唱会前一晚 还有最后一波的票来发售 这样的话不仅打击了黄牛 还让之前黄牛赚的溢价 直接进了Taylor自己的腰包 原因之三 低成本高回报的演唱会大电影 除了演唱会门票收入之外 Taylor还通过推出自己的演唱会大电影 来赚取第二桶金 去年10月 大电影一经推出 就刷新了北美10月票房的记录 并且最终也打破了 过去所有演唱会电影的票房记录 也成为了史上票房收入 最高的演唱会大电影 另外演唱会电影的相关衍生产品 也是供不应求 各种印有Taylor肖像的官方纪念品 比如说饮料杯 爆米花筒等等都成为了热门单品 很早就被各路影院老板一抢而空 去年我们早咖啡也有一期清解读 专门介绍了演唱会大电影的商业模式 那作为演唱会的衍生品 演唱会电影的投资成本并不高 但是各种渠道汇总下来 它的回报率却并不低 比如Taylor的这部演唱会大电影的制作成本 只有1500万美元左右 但最终在全球它收获了2.6亿美元 实现了17倍的增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Taylor的这部电影也跳过了发行商 也就是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 所以通过和院线AMC的直接协议 Taylor本人将接近六成的票房收入 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虽然演唱会的热度 总有一天会随着最后一站的结束 而逐渐消退 全球流行文化顶峰的位置 也会随着时光的流逝 而进行下一次的交接 但是Taylor Swift拥有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也足以证明它在娱乐史上 这一时刻的统治地位 年仅34岁的它 未来的潜力依然巨大 不知道你是否喜欢Taylor Swift 如果是的话 你为它的作品和演出花过钱吗 你最喜欢Taylor的作品又是哪一首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分享 所有参与互动的听友 都将有机会获得 由AEI生产力工具 海螺AEI提供的帆布包 节目的最后 我们也将对海螺AEI 进行更多的介绍 感兴趣的朋友 还可以到手机应用商店中 搜索下载这款应用 体验一下 也欢迎你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分享你的使用感受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 娜娜 声音设计Jack 实习生Stella 实习生Kiki 实习生六宫 实习生Kelly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动画片《海绵宝宝》里 有一句经典台词 你为什么不问问神奇海螺呢 但你可能没想到 还真的有人 把看似不可能的童话里的故事 变成了现实 海螺AI 是通用人工智能科技公司 MiniMax 推出的一款AI生产力工具 这款应用 接入了MiniMax的 ABAB6.5大模型 不仅能够实现长门速读 信息检索 免费查询专业数据 图片识别 文本写作 等等AI应用功能 还支持英文对话 等实施语音功能 海螺AI的语音交互自然流畅 它既可以成为 跟你讨论辩论的伙伴 也可以成为 给你答疑解惑的老师 在我们与小海螺的对话中 就能解决工作生活里的实际问题 与市面上多数AI生产力产品相比 海螺AI最特别的场景之一 就是可以帮助用户练习英语口语 很多朋友学习英文的一大痛点 就是没有英语环境 无法随时随地练习口语 而行外教又比较昂贵 有了海螺AI 我们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 24小时随教随到的 免费英文教练 他可以提供 比如背单词 口语配练 英文题目讲解 语法讲解 等等全面的英文学习服务 你刚刚听到的就是海螺AI 给到我的英语口语指导 可以听到他的英文发音很纯正 没有太多的机械感 而且他也会根据 与用户实施对话的状态 评估用户的口语水平 给到不同程度的指导和反馈 不论是学生党 需要提升亚斯托弗的口语 还是职场人 需要英文面试 或者进行商务英语沟通 他都有适配不同场景的练习方式 给到用户 除此之外 海螺AI也可以满足 创作者的文案协作需求 职场人和科研人的 数据检索需求等等 总之 有问题找海螺AI 也希望海螺AI 可以帮助早咖啡的听友们 提升工作学习的效率 和生活的幸福感